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张孟甫 每日一字秀 秀丽秀起的秀 上面是一个和 下面是一个乃字 然后当然和呢 要写在凯书里面 这皮纳当然很长 中间这一端当然短一点 乃也写扁扁的 然后这钩要注意 这是凯书的写法 那这种写法呢 我们在凯书 其实很这样写 但实际呢 我们很少 纳写纳都写成一个长点 好,凯书啦 我们再写一遍 好,这样 一个别 一个长点 就凯书而言也是长这样 那左下角这里勾 可以不要那么明显 没关系 类似这样子的写法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赵孟福的写法 他再一点点 酸酥的味道进来 好,左边一开始 这里 左边这个是停顿的 然后再过来 然后左撇 右变成一个点而已 然后强化底下这个乃字 再过来 比法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继续来延伸下去 这 合部大概 差不多 但是我们把它拉长一点点 刚刚也写 有点写短的 那奶呢 这里下可以写 留长一点 来看一下 把它拉 做一点动感 这样平衡度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 这流畅的写法 这样比较连贯性加强一些 好,继续来看 然后呢 整个合部的连贯性更加强 直接这一匹跟这个流 整个流下来 连贯下来写 可以看到这里 带过来 好,整个连贯的书写 这个要多练习 不容易写好 因为 就是连续动作 然后线条又要稳定 这要留意一下 很容易就写到歪掉 或者会 整个位置会走掉 这要注意一下 再来 好,还有不同的写法 这里 会可以变成两点 好,横画 当然一样加强 这里竖 然后变成两点 带下来 好,然后呢 好,我们用另外一种写法 好,这里有时候逆笔上去 好,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直接勾上来 好,也可以 好 好 然后再来 就是 合部的省略 合 我们说 这都是和新书而已 草书呢 是先 撇之后 书画下来 好,整个连贯 然后 当然刚刚讲的 还是都可以 继续 这样子 好,这样的写法 是很有一种连续的 这算草书啦 好 那我们造型上呢 可以稍微 变一下草书 就不要那么直 好,稍微 做一点点 动感 好 这个合部 稍微向左 倾斜 好 夸张一点 然后再提高 整个连贯 这样 这样就 非常具有动感 大家留意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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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